在花莲温创园区展出的查经戏剧经典场景特展 即将在4月10号落幕卸展 而许多的居民赶在清明廉价来参观 创下了单日最高人数超过4000人来朝圣 累计参观人数目前已经突破了11万人次 为期4天的清明廉价 有客性质丝毫不受本土疫情冲击 为在花莲市中心的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从去年11月初开展的查经戏剧经典场景特展 参观人数屡创新高 满足剧迷又在延长展期 长达158天的展览 确定将在4月10日落幕卸展 清明廉价吸引不少剧迷把握机会前来 再次累计突破11万人次观展记录 查经从去年11月初开始展览到现在 然后去年11月6号 就是花莲农业处这边我们在查经的展览 有颁了就是蜜香红茶的金牌奖的得奖 然后在查经展览要结束的前最后的这6周的6日 我们邀请了去年的金牌奖得主 在花莲在地的6个茶农品牌来做展售 这个益隆茶室有6个庄园 第一个就是陆宇茶园 然后还有吉林茶园 然后还有秦峰茶行 还有明赫茶园 然后东森茶园跟嘉敏茶行 我想这6个品牌都是在花莲在地非常知名 来自午贺到刺客三六十弹山都有 很高兴这一次的查经的戏剧经典场景特展 从去年的11月4号一直到3月26号为止 已经突破了10万人次来这里参观 然后有非常多来自全台湾各地 甚至有人已经二刷三刷 很高兴这个展览能够为花莲带来很高的观光效益 然后也展现在地的人文特色 清明年假2-4日3天就吸引近7000人次入场 3日更创开展单日人数新高 有超过4000人参观 为了让民众有品茶体验 配合推出艺农茶室 邀请6位去年蜜香红茶金牌奖得主来展场 分享推广花莲在地好茶 4月1日起也以线上3D展览方式 用3D数位技术保存实体展览的空间美感 让民众不受时空间限制 随时在线上悠游各展间 线上展览连结 可收集脸书粉丝页 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或乐见粉丝页 接着将帮演花莲师报导